今年1月1日中午,48岁的马国明和35岁的汤洛文官宣定婚 二人发了一张相同的照片,一只独角兽,亲吻一匹小白马,独角兽的脚上还挂着大钻戒 马国明是谁?熟悉他的人,称他为好男人,未来是弟,不熟悉他的人,称他是汤振宗女婿 因为今年66岁的汤振宗是汤洛文他爸 还说他就是前两年跟郑秀文老公许志安车内激情的黄新颖的前男友 同样是在这一天,40岁的贾小陈正在秀恩爱 他晒出自己和老公樊少皇的合影说,结婚七周年了 没想到,50岁的樊少皇却回应说,我们要离婚了 不是高调秀恩爱,就是高调作死 这些老男人都在搞什么呢?一把年纪了,能娶上媳妇不容易,还折腾个什么劲 下面就让小鱼来给你扒一扒着其中的故事 1974年出生的马国明已经不小了,出道20多年 他已经是个相当资深的演员了 可是要提起他的名字,很多人还是没什么印象 有人将他认成马德忠,有人将他听成马宝国 总之,就是,不知道马国明是谁 马国明出生于港岛 在家里最小,上边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姐 可想而知,从小就很受宠爱 1991年,居家宜居家国 他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程师 很自然的他大学所修,也是机械工程专业 可是他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大学期间 频频参加话剧表演,悄悄培养文艺细胞 加上他本人也长得很帅 真要是车间工地到处跑,还真是可惜了这副好皮囊 转机出现在1998年 由于母亲并不习惯于家国生活 移民七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 马国明毕业,找了份跟专业相关的工作 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进了TVB议员训练班 1999年,他参演《创世纪》,开始演艺生涯 然后又演《喜愿录》,演《寻秦记》,不用去回顾了 都是些小角色,有的连名字都没有 那时候是欧阳振华,古天乐,林峰的天下 而他,始终是块坚强毅力的背景版 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跑着龙套 最多的时候,他曾在一部电视剧里演九个角色 当然,加起来也没人一个角色戏份多 直到2007年的《律政新人王2》,才开始首次单纲男主角 然而,也不火,又到了2012年的《恩靠》36小时 总算多少有了些名气 从这一年开始,他有了争夺世地的资格 准确来说是陪跑资格 他的演技不错,职业精神也值得尊敬 奈何对手太过强大 所以,每次颁奖,他又成为另一块坚强毅力的背景版 外号,天然呆 20多年来,TVB的一线明星换了一查又一查 而马国明依然忙碌在龙套,陪跑的道路上 名气日渐提升 但始终未曾大火 心疼他粉丝 都称他为未来世地,民间世地 直到2020年1月 他在陪跑11次之后 终于获得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佳男演员 也就是所谓的世地 宣布他获奖的那一刻 台下一人集体鼓掌欢呼 人们都说,这个奖是TVB欠他的 马国明终于成为真正的世地 而此时的TVB剧早已没落 与平淡无奇的演艺生涯相比 马国明的感情生活就要震撼多了 2002年,在拍摄《冲上云霄》期间 他与同台小师妹胡定心相识 2008年,一同参加《舞动奇迹》时 擦出火花 当时,这对恋情很被看好 女方还将家搬到南方对面 以便朝夕相处 然而,刚刚过去一年 就传出二人分手的消息 不过,由于同属于一个公司 低头不见抬头见 分手之后 他们也经常同台出席活动 这段感情,虽然乏上可陈 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老好人马国明 可是这在老好人的道路上 马国明才刚刚开始 2017年 马国明与港姐出身的黄欣颖宣布恋情 这位黄小姐可不是未擅茶 江湖人称 人夫猎手 在马国明之前 他已经多次与有傅之夫传出绯闻 比如吴启华 黄浩信 李思杰等人 这些绯闻让他的曝光率大增 演戏资源也不断增加 在与马国明相恋之后 他一直扮作小鸟一人状 不过背地里仍然不老实 2019年 马国明为黄欣颖买了价值20万的戒指 准备迎娶新娘 而黄欣颖呢 却和郑秀文的老公许志安 车内激情16分钟 花样百出 许志安郑秀文 曾是多少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没想到多年恩爱 抵不过十几分钟的美人头怀 事后 许志安潦草道歉 郑秀文选择原谅 而马国明这边 一片痴心换来一顶绿帽 却还帮着女友说好话 真应该颁给他一个老好人奖 不过 老好人当了这么久 马国明终于也不递道了一次 与黄欣颖分手后 他又搭上了黄欣颖的闺蜜 汤洛文 汤洛文是汤震宗的女儿 汤震业的侄女 身高170 标准大美女 2012年 他也是以港姐身份签约TVB 与马国明同属于一个公司 2017年 二人在悬一剧 心里追凶 扮演情侣 2020年6月12日 二人约会被派 随即官宣恋情 一个1974年 一个1987年 彼时都30好几40好几 也算不上有太大年龄差 但在感觉当中 马国明就像是汤洛文的父辈 其实不然 汤震宗出生于1956年 大马国明18岁 他才是正经800的父辈 汤震宗演了40多年戏 《风神榜》里博弈考 《雪山飞狐》里的《田归农》 《天龙八部》里的段正纯 都是经典角色 他的女儿各方面条件都不差 那么他会同意这门年龄相对悬殊的恋情吗 事实是 不仅同意 而且还相当满意 汤震宗说 马国明有礼貌 好踏实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低调 因为有实力无需太低调 汤太太直接给未来女婿打了100分 既然如此 两人都老大不小了 恋情也就很快进入实质性阶段 2022年下半年开始同居 2023年1月1日13点14分 马国明卡点官宣订婚 多年老好人 终于有了个美满的归宿 相信不久就会迎来正式的婚礼 1974年的马国明年龄大 1972年的樊少皇更大 已经整整50岁了 樊少皇是发歌抱着长大的 而我们是看着樊少皇的电影电视长大的 樊少皇之所以进演一圈 之所以成为打星 都跟他父亲樊梅生有莫大关系 1942年出生的樊梅生 是邵氏早期的龙虎武师 与李小龙关系不错 樊少皇从小就跟着他父亲在片场摸爬滚打 所以被周润发报也是很正常的 1991年 19岁的樊少皇正式出道 第二年 就在他父亲的力捧之下 拍了那不自血肉横飞的《力王》 相信这部电影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噩梦 而后 樊少皇就开启了自己的配角人生 称不上有多红 但时常都能露脸 戏份也不再少 比如 《天龙八部》里的《虚竹》 《方氏玉》里的《红西关》 《楚留香》里的《胡铁花》 其实大部演员的演艺生涯都是这样的 世界那么大 真正的主角才有几个 这些年来 樊少皇给人的印象就是 功夫不错 演技还行 硬说哪一个角色让人念念不忘 一时真挺难找 2012年 在红金宝儿子洪天明婚礼上 40岁的樊少皇对30岁的贾小辰一见倾心 然后展开激烈追求 贾小辰出生于内地济南 而樊少皇祖籍也是山东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 让人有了更多的可能 贾小辰在象征性地拒绝了两下之后 反而是沾上去了 用港媒无底线的报道 就是爱到失业 他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小演员 只身去闯港圈 大概是失业才爱的 没想到 就在两人不上班 在家爱爱爱的时候 更大的瓜却从天而降 有人披露说 樊少皇早有七世 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大的都15岁了 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樊少皇还恐吓旧爱 敢说真话 断你母子生活费 好家伙 够狠的 不愧是丽王 而后 樊少皇又发声明 承认生子 但没承认结婚 口口声声说 那都是年轻时犯下的错误 如今早已断绝关系 既然旧爱不敢出来发声 那么这时候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狗仔们不死心 又跑到他旧爱那边 围追堵截了好多次 也没问出什么来 经此一闹 贾小臣的面子 多少有些挂不住 据说曾因抑郁了许久 不过 后来 他还是理智地选择了结婚 不光结婚 还拿出自己的钱来 帮樊少皇买房 刚开始 这段婚姻并不被看好 然而几年下来 二人不解恩爱如初 还接连生了两个孩子 如今七年已过 也总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看到马国明汤洛文爬上热搜 他们两口子也不甘示弱 元旦这天贾小臣发文本打算秀个恩爱 没想到老公樊少皇突然来了剧 我们离婚了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单方面官宣 就连贾小臣也一头雾水的 让他给个完美第一解释 樊少皇赶紧解释说 本来是想打我们离开这里了 结果一不小心手滑打成了离婚 都怪这该死的输入法 话说输入法也是会认常用词的 对吧 这个解释总体来说还算完美 在这个解释下边 很多人留言让贾小臣去超市买榴莲 结果第二天他真买来一个 还问网友怎么用 这也算是又变相秀了一把恩爱吧 不管怎么说都愿他们幸福 关闭着网友 感谢观看